2022最新上映的校园复仇韩剧 第三人称复仇 他终于来了 故事开始 双胞胎哥哥坐在学校实验室窗前 和远在釜山的妹妹视频通话 但令妹妹郁闷的是 在听到一声闷响后 哥哥便在电话那头消失了 随后视频通话也被人挂断 女孩此时还不知道 就在刚刚她最爱的哥哥 被人从学校十米的窗台上推了下来 当场身亡 女孩名叫灿美 是釜山一高的明星射击选手 出色的成绩足以保送她 前往首尔的任意一所大学 可就在刚刚 因想起早上和哥哥的最后一次通话 灿美犯下了荒唐的失误 没有夺得冠军 随后的三天里 灿美每天都给哥哥打去电话 毫无意外对方都处于关机状态 看着眼前福利院的双胞胎妹妹 灿美想起了小时候 哥哥被养父母领养走时 两人曾约定过长大后一起去部队 分别使感性的哥哥 还哭得像个小怨重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灿美来到了哥哥所在高中 当两位在笑声看到他哥的照片时 却只说了一句 他死了 神情恍惚的灿美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